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无线盘位的连接 但是目前的话由于那个材料有限 我就只接了72盘就是三台主机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台 第一台就是跟原来一样的就是装主板 然后只需要一张阵列卡 这个配件就是这里有一张8088转8087的一个转接卡 这边的话是细听接口的那个风扇的那个调控器 这个是电源的配件 只需要这个配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主要的线是怎么接的 其实也是挺简单的 首先就是这里需要一条8087的线 一定要接到这个右手边 就是从那边 属于右手边 我现在这里看 右手边接一个到阵列卡这里 接到这里来 接完之后我们接第二条线 第二条线就是在左手边 左手边这个是8087 要转8088的要接到第二台上面了 第二台又要从这个8087的转接卡 就接一条到背板上面 接一条到背板上面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接到这个 先接一条到中间吧 右边 然后另外一条粗的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 转接 转接到这个左边 然后我们要接到第三台 第三台的话就是还需要从这个 转接卡这里 8088接到第三台 接到这个转接卡 接到这个接口上面 如果你还需要继续接的话 看从这里8087 又是接到这个中间 反正这是右边 然后要出的话 然后要出的话 就从左边这里 再连接一条线 接到这个转接卡这里 然后又从转接卡 至外面这个口 再接一条线 到第四台 后面的都是以此类推了 那由于我们这个机器 就是放了三个硬盘的 你看现在接完之后 就扔到三个盘 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还已经完成了 如果声ede